肚子腋肌肉汁还是这么大 它一出量肚中出出来这么大 九串大有没有笑 他问你不在胃啊 问你他在这边经浪肚处啊 我把他的胎脉胸部搓开以后 我把脚勾起来往后踢 勾起来往后踢 我把这边搓开以后 然后 礼拜二来 他有高雄来 礼拜二早上来 原来是早上就要回去 就应该到开开叫 到中午以后他说老师 感觉怎么样 有效果 下午就来 然后以后本来当天晚上就回家 他不回家 就住在警察里面 礼拜三下午晚上就来 他说老师 我不知道什么 因为我错了 我不应该去给医生开招 我不想去开招 本来是礼拜三要去开招 安排好了 最后有没有开招 没有 我去找花花座 安排小鸟 像很多问题 不是习想的 像我前几天 我实在想哭 一个年轻的二十四岁小男男孩 他是孤儿 他现在跟一个女孩子同居 身体发烧送到医院去 医院竟然怎样 把他的肾脏怎么样 割掉一个 那个花花草跟生的根本没有关联 那个医生 这应该可以判死刑 乱灾明清人的器官 这应该可以判死刑 最近台湾今天面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财团控制医学院 学生读书 只说什么病是用什么药 然后这些药肠用所有的治疗给他们读 他们讨读的是什么病是用什么药来治疗 其实这关系都是错误的 他们对本身的生理学 解剖学都不了解 其实根本他们对中医的外置跟揪落 从而不去看 所以中国有一个叫张长林博士 他是中国非常有名的学者 但他不许能住中国 他游写德国 欧洲 苏联 美国家 看到新的资讯 马上跑回中国去 把新的资讯告诉中国 领导者 马上就怎样 又流出去了 他不能常住在中国 害怕什么 我人在中国住太久 恐怕会怎样 我人都在买下就不知道 他应该去当游写 这也是中国台湾 一个为钱而不走断的 这是封锁习惯吗 还是什么 还是民钱心窍 人类真的是 我想请问一件事 人死了 你可不可以带一毛钱回去 你带不走 你带不走 一毛钱你带不走 一毛钱你带不走 那个钱喔 沾酱油可不可以吃啊 不行 外面还笑得 神笑笑得那么可爱 我啦 沾酱油都不能吃喔 他们这些财产为什么 贾博士都带不走一毛钱啊 贾博士是最有钱的啊 啊 所以我说 整个台湾的教育 把钱跟权力当作迷惯一样 是不是已经完全迷失了 你看那个高雄那个什么 阿嬷是不是 10块喔 他房子一间一间卖 卖了几间房子 七八千房子 七栋房子 七栋房子 啊来煮十块钱 一餐 你看看他死了 我到现在 我已经毙了都想到那个画面 都可贵 那个是让人永远的 买面 对不对 对 这才是有意义啊 所以我们的教育说 应该是不是要改变一下 对 好有问题的 可以发问他 好 好 好